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服務政府兼科學政策平臺 發佈最新外來入侵種評估報告 學者表示 根除外來入侵種 必須把握五年黃金期 而在草屯發現的海蟬褲 就有機會創下全球首個根除的案例 登革熱疫情嚴峻 今年已經累積超過4000例 在南部主要透過埃及斑蚊 傳播病毒 而埃及斑蚊正是外來入侵種 而廣布於水面看起來 綠盎然的布袋蓮 則是來自巴西的入侵種 壓縮原生植物生長 IPBES4號公布最新評估報告 呼籲全球正是外來入侵種 帶來的巨大危害 一旦建立可繁殖的族群 基本上非常非常非常難移除 未來入侵生物會傳播疾病 排擠原生種甚至導致滅黃 但防治成本極高 必須把握五年黃金期 南投草屯在2019年發現海蟬褲入侵 來自中美洲的它會吃掉本土蛙類 毒腺讓小動物死亡 所信東華副教授楊毅如研究團隊兩三年來 號召上千人次置工移除 從每個月一百五十隻降至八十隻以下 學者指出國內大約有兩百四十三種入侵生物 被農業部公告優先防治長期管理監測有二十一種 包括小花曼澤蘭 紅火椅 動植物 哺乳 爬蟲類皆有 最新國際報告顯示 入侵外來種造成全球六成物種滅亡 支出達四千兩百三十億美元 建議全球應致力在二零三零年 減少五十%的外來入侵種 記者林靜梅 陳昌偉 台北報導